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卫独报 我是Cherry 5月10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突然视察频传烂尾的雄安新区 分析指出除了带同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新任总理李强亦罕见陪同 视察期间习近平一再强调自己拍板建设雄安新区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以一孙帝帅习家军去抢救已烂尾的形象工程 也说明了党内杂音多 有人质疑他 综合报道 作为习亲自敲定的千年大计 雄安被党媒吹捧为全国异议的新区 官方还称要斥资30万亿元人民币打造一座未来之城 但是过去几年雄安新区愣伪一说平传 至2023年1月总投资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的雄安新区 房产价格不断下跌 号称亚洲最大的雄安高铁火车站杂草丛生客流惨淡 这项游习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 已经被外界视为中国第一大鬼城 美国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分析指出 习近平这个时候急着跑到雄安 表态透露一个信息 就是党内杂音多 有人质疑他 说雄安新区烂尾了 前段时间这些消息披露出来 现在习被逼无奈要去雄安 还专门看了火车站的建设情况 就是试图打脸质疑他的人 外界关注 上任中共总理李克强 韩勇与习近平共同出巡 亦未曾一起考察雄安 今次李强则陪同习近平赴雄安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指出 包括李强在内的这次陪同习近平视察的 高级官员队伍庞大 这些人都是他的跟班 纯粹习家军 他叫谁 谁随时都要听命 外界看来好像动员很庞大 但其实他把这些人看成是他的马仔 反映他的雄心壮志 要做出结果来 主要给党内一个讯号 不惜任何代价 我需要把雄安新区搞起来 是很荒唐的 属于一个政治意图 做这个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 据官媒报道 既首批在金部委所属高校和医院项目 向雄安新区疏解 习近平在最新讲话中 催促第二批启动疏解的 在金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 或创新业务板块等 以及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被转移 冯崇义指出 正是因为人们不去 习只好强制让北京的很多国有机构签过去 李恒青则认为这种搬迁是政治人物 就是习近平面子问题 让北京的高校在雄安搞个分校 央企去设一个办公机构 7年初以来 官媒密集报道 雄安新区工程复工的消息 冯崇义分析指出 中共对雄安新区做了很多宣传 投入也很大 如果要变成一个典型的烂尾工程 习很没面子 所以这次要及举国之力 重新投入 把雄安搞活起来 但这是劳民伤财根本不可能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标 李恒青认为 只要中共政权还挺着 他继续投钱下去 这个游戏还在继续玩 直到中共没钱了 就彻底烂尾了 因为这是他的面子工程 只要习近平再费 雄安一定会见 只是花的钱不值得 据报道 早在2021年7月29日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河北雄安新区条例 雄安新区当时就已从中共国家级项目 被降为省级项目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认为 习近平这次率领三个常委出巡 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 试图展现出中共党内团结 就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久制表示 加拿大不会被中共以牙还牙式的驱逐 加拿大领事所下岛之后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1日报道证实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着手建立 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 以帮助防止中共和其他国家干涉加拿大事务 据加美报道 加拿大将在今年夏天提交相关法案 如果司法部来不及其草立法 则将在秋季提交 据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3月份开始有关公众咨询 于5月9日咨询结束 该咨询结果表明加拿大公众广泛支持 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的倡议 该政府消息是表示 采取行动有一定的紧迫性 这将保护加拿大人和我们的民主 最近几周 加拿大保守党籍议员中文号事件 也使得人们对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 有更强的紧迫感 执政的加拿大自由党 受到了严格的议会反对党团及舆论压力 因为有媒体报道称 特鲁多政府高层在被警告中共试图干预 过去两次加拿大联邦选举时 没有采取行动 本周在新民主党魁北克党团和绿党议员的支持下 一项不惧约束力的保守党动议得到通过 该动议要求驱逐在加拿大参与外国干涉的外交官 进行公开调查并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 5月10日 加拿大联邦国会众议院经投票 一致通过一项动议 要求程序及议院市委委员会调查中共当局 涉嫌对保守党华裔国会议员庄文号发出恐吓的指控 目前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 或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其目的是使这些活动透明化 如有违背 可能会被处以罚款甚至监禁 稍早前的5月8日 加拿大政府就议员庄文号在港家人 被中方骚扰仪式宣布 驱逐涉嫌有份参与的中共领事官员赵薇 作为反制 北京当局要求加拿大驻上海领事在5天内离开中国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随后强硬回应 表示不会接受外国干涨 不论中共接下来作何抉择都不会接受恫吓 此外 近几个月来 有关中共干预选举的指控也震惊了加拿大 环球邮报等多件媒体披露了多份遭到泄露的情报报告 指责中共当局及其驻加拿大外交官试图操纵过去两次选举 对此 加拿大政府正在进行全面调查 今年2月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后 一些美国官员在当时确信 这将刺激美方采取一系列行动对抗中共 相反 根据四位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消息室 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内部邮件 美国国务院推迟了与中共人权问题有关的制裁措施 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 以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此举也反映出在拜登政府内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 据路透社11日报道 美国务院竞争行动日程表示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机密滚动清单 延迟制裁的决定令部分美国官员感到震惊 虽然气球事件发生后 美国务院通过推迟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行程已是不满 但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国务院内部信息显示 美方高级官员也推迟了与中共相关的其他计划行动 报道援引肖显示指出 许多飞气球措施至今还没有被恢复 诸如延迟对华为实施出口许可规定 推迟对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中方官员实施制裁 这些决定令美国国务院中国组的气势受到打击 这些肖显示表示 拜登政府目前的政策过于紧跟早期的对华接触战略 这种战略使美方通过对中方让步来换取双方之间的高层对话 但往往很少产生实际的成果 据肖显示透露 布林肯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华政策的职责下放给他的副手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涉曼 据两名肖显示称 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三月体 在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表示 遵循涉曼的指示 美国国务院将从中共气球事件向前看 报道称 涉曼正急于重新安排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一名中共官员向路透社证实 中方已表示 不希望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对被击落气球的调查细节 FBI的相关报告原本预计在4月中旬发布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 辛格尔顿分析指出 美国务院陷入自己制造的陷阱 在急于恢复美中之间高层交流的情况下 放弃了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的行动 而就在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将矛头直指舍曼本人的同时 CNN引述消息显示称 这位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将于今年夏天离职 他的替代人选尚未确认 离职原因也并未被说明 不到24小时内 布林肯12日发表声明宣布 舍曼从美国国务院退休 舍曼的退休将对未来美中关系有何影响 还有待观察 据香港明报报道 在10日举行的澳门比昂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开幕式上 亚投行行长金利群被问 美元在国际商贸中的地位何时会被其他货币取代 金利群表示美元的重要性会变 但其人是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重要性虽然提升 但取代意味着美元完全退出 这不可能 报道指出 金利群还引述美联储主席耶伦 稍早接受CNN访问罕见承认 美国现实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会有损美元霸权地位 但金利群强调 除非整个美国破产 美元才会被摧毁 外界认为人民币重要性上升 就会驱逐美元的想法是错误的 人民币其实是在与美元和其他货币更紧密合作 维持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 有分析指出 这也是中共主导的亚投行行长 罕见对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发表评论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北京当局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对于中共背后目的 有分析指出 中共在做这些事情 很大一部分其实在降低美元的风险 北京担心未来 比如入侵台湾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把美元武器化用来制裁 这才是中共最担心的事 未来一旦出现热战 美国联合盟友以制裁俄罗斯的方式 制裁中共的时候 中国经济就会陷入一个困境 虽然不会使经济停滞 但足可以让中共没有办法打太久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也认为 人民币替代美元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一个假说 起码五年十年之内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首要原因是美元代表的是国家实力 软硬实力叠加在一起 货币代表了成对责任的联邦政府能力 这一点上人民币想要取代美元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大的变化 近日中国大陆多家旅行社 传出意大利使馆暂停团体旅游签证的消息 据陆媒报道 原因是温州旅游团多达400人抵达意大利后集体失联 疑似借此认出中国 5月11日 网上传出多家线上旅行社负责人收到内部通知 通知称意大利大使馆已停止受理旅游团签 目前所有意大利以地的相关产品全部停止售卖 已经收客的旅游团更需要为客人办理退团 待使馆开放团签后才能开放收客 陆媒引述多名之前市的消息指 此事与一个近期滞留意大利的温州旅游团有关 该团通过上海重信旅游的某签证负责人送签 该负责人目前已被警方控制 多方消息称滞留人数高达400名 也有说法是40人 消息人士说欧洲失业率也很高 这么多人留下来激怒了意大利当局 接下来对于欧洲跟团游的签证政策估计也会有所调整 不过有许多网民认为 滞留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想借机认出中国 现在中共国被恐怖的气氛笼罩 有心的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 据中国国内的旅游业人士分析 意大利暂停团签对今年的出境游又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件 90%的出境旅游社做欧洲团基本用意大利签和法国签 因为相对其他深耕国家签证更加容易 法国签申请目前已预约到8月 意大利签暂停将使出境通道更加拥挤不堪 有陆美坦言 自从2010年大陆旅游团44人 从韩国基州岛脱逃后 类似的出境旅游团大规模滞留事件 已经销声匿迹多年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